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能实现所有的梦想 星期一的清晨 艾小波带着鸡飞飞走进了宁静的校园 趁着周围没有人 艾小波问鸡飞飞啦 哎 鸡飞飞 你还记得昨天我们看的电影吗 那个AI机器人啊 真的好厉害哦 咕噜鸡 它的智商跟我比亚差远了 我可是布斯卡斯星 一等一的智慧生命体呢 鸡飞飞是一只来自于外太空布斯卡斯星星球的外星人 它长大很像鸡 有金黄色的绒毛 还有大头 大眼睛 细细的一双小手手 还有一对小翅膀 有小朋友会背鸡飞飞的全名吗 它原本的名字 X9460730472580800 很长 对不对 所以呢 艾小波就帮她取了一个地球名啦 叫鸡飞飞 鸡飞飞会把艾小婆婆按的时候 脑力激荡累积出来的思维能量收集起来 做回布斯卡斯星的太空船的能源 她还可以透过脑电波和艾小波沟通 不被其他的人发现哦 走进了教室 艾小波刚刚放下书包 准备要值日 杜一南就急急忙忙地跑了过来 拉着艾小波的手很紧张地说 小波 我的智慧音箱不见了 被人偷走了 估计 智慧音箱就是普通的音箱智慧化升级的产物 鸡飞飞通过了脑电波 向艾小波发出了讯息 智慧音箱就是透过无线还可以声控家电用品 除了能够听音乐之外还可以设定闹钟计时器 查天气啊或是播新闻啊搜寻知识 它跟传统的蓝牙音箱很不一样的就是 它可以用声控来支援智慧联网装置 比如说你把它设定好了之后 你就可以用声控的方式说 请帮我开冷气 帮我打开扫地机器人等等 你只要出一张嘴就可以操控这些智慧家电了 动口不动手 超级方便的 一南你说你的音箱是在哪不见的 其实是在我家里啦 杜一南呢觉得这个答案有一点荒唐 所以回答的时候也是有一点不好意思 家里 一南你会不会是忘记你自己放在哪里 所以才找不到的啊 杜一南想了一想 立刻就摇摇头说 我绝对没有乱放的 它一直都在桌子上 昨天晚上就突然不见了 小波 我真的最喜欢那一个音箱了 我还用它录了好多东西 拜托你 你可得帮帮我 你不是侦探吗 爱小波点点头说 你放心了 放学之后 我就去你家帮你找 看来 这一起智慧音箱失踪案 又能够帮鸡飞飞 累积不少思维能量了 爱小波心里想 鸡飞飞虽然也有一点兴奋 可是杜一南家有一个他不想见到的东西 就是一只小猫咪 所以鸡飞飞是又期待又怕受伤害 爱小波就交代了杜一南了 请你先把那只叫做小白的猫咪先关起来吧 这样子鸡飞飞就不用担心了 毕竟作为自己的好朋友 他必须要帮杜一南这个忙的 随着放学的铃声响起 校园里又热闹了起来 同学们有说有笑的收拾好了书包 准备要回家了 爱小波很乖哦 他打电话先跟爸爸交代了自己的行踪之后 他就跟杜一南一起回杜一南家了 到了杜一南家里的别墅 爱小波换好了拖鞋 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开始详细地询问 智慧音箱到底是怎么不见的 一南 你最后一次见到你的智慧音箱是什么时候 杜一南眼睛盯着天花板在那里仔细地回想 我是昨天下午 大概五点半 当时我在我的房间里用音箱听歌 然后妈妈就叫我下楼吃水果 可是等我回来 我的音箱就不见了 爱小波在探案专用的小本子上面 赶快记下了这些资讯 好 我知道了 一南 我需要勘察现场 请你带我去卧室看看吧 杜一南把小白抱到了戈壁的房间 然后锁上了门 接着爱小波和杜一南来到了二楼的卧室 他们把整个卧室先上上下下 仔仔细细地找一遍 可是呢 并没有看到智慧音箱的影子 咕噜 咕噜鸡 刚才我驾驶蛋壳飞船搜了一遍 也没有找到智慧音箱 吉飞飞 这次勘察现场你很主动嘛 那是当然的了 我要检查一下那一只小白 是不是真的已经被转移了 呃 原来是这样啊 这个时候 钻到了床底下寻找的杜一南 气喘吁吁地爬了出来 很着急地说 这里也没有 可是我一定没有乱放 也绝对没有记作 音箱就是不见了 爱小波又提醒 会不会是小白把音箱 推到了别的地方了 不会 虽然小白喜欢趴在音箱上睡觉 可是他从来不会动音箱 他很乖的 小波 你觉得会不会是什么神秘的大盗 闯了进来 偷走了我的音箱啊 杜一南把手指放在脸上 幻想着就很像外国电影那种荒野大盗的感觉 会有那种人跑来你的家里 把你的智慧音箱偷走吗 神秘的大盗 爱小波觉得杜一南的幻想 真的是太远了 已经远到外太空了 会有大盗来偷地球人小孩的音箱吗 哪来那么多大盗啊 就算有大盗 也不会特地大老远的 跑来偷杜一南的智慧音箱吧 音箱不见的时候 你家里有什么人在啊 我想想啊 杜一南歪着头想了一想 昨天下午我家里我爸我妈还有夏阿姨 哦对了对了 中午还来了一个客人是我爸爸的朋友 姓赵赵叔叔 如果不是你自己弄丢了音箱 那拿走音箱的嫌疑人就在他们四个之中了 可是他们拿我的音箱做什么呢 一南 平常你爸爸妈妈是不是不喜欢你抱着智慧音箱一直听啊 我爸是肯定不会的 因为这智慧音箱就是我爸爸买给我的 我还会用音箱录音文绘画的作业呢 不过我妈妈 他之前说过 如果啊 我这次的段考考不好 他就不再让我每天听故事了 就在这个时候 卧室外传来了一阵脱鞋的声响 鸡飞飞警觉地竖起了耳朵 他要确认这个是地球人类的脚步不是猫科动物啊 他才能放心嘛 杜一南和艾小波从房间里探出了头来 看到原来是杜妈妈正从楼下走上来 艾小波礼貌地打招呼 阿姨 你好 哎呀 是小波啊 小波 你留下来吃晚饭吧 我刚已经打电话给你妈妈咯 杜妈妈热情地说 杜一南拉了一拉妈妈的袖口 妈妈 是不是您把我的音箱藏起来了 我保证我以后一定会按时完成作业 你把音箱还给我吧 我今天晚上还要听我们家的睡前故事呢 我干嘛要拿你的音箱啊 哎呦 不要再啰嗦了 要是真的找不到我改天再给你买一个嘛 夏阿姨 今天做了红香鱼 你们赶快收拾一下下来吃饭了吧 说完 杜妈妈就下楼了 艾小波更纳闷了 她觉得杜妈妈完全不反对杜一南用智慧音箱吧 那到底是谁拿走了智慧音箱的呢 奇怪 难道是之前的推理出了问题吗 艾小波她看到了旁边的书架上 有智慧音箱的包装盒 就拿起来看了一看 里面有一张说明书 智慧音箱使用方法 可以对音箱说 你好 就能启动录音的功能 录音档会同步保存在云端 云 云 云端 鸡飞飞马上用脑电波来解释了 云端就是一个比喻而已 不是真的飞到天上面的云上哦 它是一种专业的网络储存的工具 可以安全地存放资料 这样地球人就不用一直带着随身碟 或是行动硬碟不方便嘛 你只要通过网络 就能够轻松地读取 你之前储存在云端上面的资料了 云南 如果你真的找不到音箱 你从网络上 直接把你的录音档下载下来 就可以了 但是我就是想要那个音箱嘛 他低垂着脑袋说 这几个月 我每天睡觉前都会抱着他 听我们家的睡前故事 而且 我还在音箱上面 贴了限量版的变形金刚的贴纸啦 看来这个吃货音箱 对独一男意义非凡啊 嗯 排除了你爸爸妈妈 接下来就是夏阿姨了 夏阿姨是每天都会来打扫我的房间 打扫房间 也不一定会拿你的音箱啊 不过 小波 夏阿姨 他有一次提到过 他觉得我那个智慧音箱很好 又能够听故事 还可以录音 他还问了爸爸 我的音箱是在哪里买的 他说他也想买一个给他的儿子 鸿鸿鸿鸟 难道这就是作案的动机吗 他也想要哎 虽然有可能 但是啊 我们现在也只是猜测而已 更何况夏阿姨都收了 他自己买了 我们不能因为几句话 就怀疑夏阿姨了 爱小波安慰了一下杜一南 恰巧就在这个时候 楼下传来了夏阿姨的声音了 一南 小波 下来吃饭了 孩子们刚刚下楼到了餐厅 就听到了叮咚一声 夏阿姨立刻去开门 哎呀 这么快就到了 谢谢啊 夏阿姨关上门之后 就兴奋地拆开了这个快递的纸箱 还对杜一南说 哎呀 一南一南你快看 这个音箱啊 是和你那个一模一样的吗 我儿子啊 下个星期过生日 我准备要送给他这个啊 杜一南愣住了 他看着夏阿姨 从快递的纸箱里面啊 拿出了一个崭新的智慧音箱哦 嗯 对 跟我都是一模一样 没错 现在夏阿姨的嫌疑也排除了 他自己买了嘛 爱小坡就起了眉头 杜一南的智慧音箱到底是去哪了呢 我看现在嫌疑人就只剩下赵叔叔了 赵叔叔 我都没有怎么跟他说过话呢 听老爸说他是盖房子的大老板 他 他没有理由偷我的音箱吧 哎 小坡来了 正当爱小坡心烦意乱地想着的时候 杜爸爸从楼上的书房走下来了 哎 门铃又响了 小阿姨打开了门 这次是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走了进来 他头发用那个法油书的光光亮亮的 还拿着一瓶红酒哦 拎了一个很精致看起来很高级很贵的水果篮 老赵 你来之前怎么也不先打声招呼突然就来了 赵叔叔脸上堆满了笑容 说道 哎呀杜哥 我刚好有空就过来了 爱小坡好奇地悄悄地问 你不是说这个赵叔叔昨天已经来过了吗 他想找我爸谈生意 所以啊三天两头就来我家 这个赵叔叔呢 把红酒放到了餐桌上 爱小坡注意到了 哎哟 赵叔叔的右手手腕上 有两道浅红色的抓痕 这个伤口刚刚才结痂 应该是才弄伤的 小坡总觉得 这个爪痕很眼熟哦 吃完饭 爱小坡和杜一男准备要回房间写作业 可是在路过客厅的时候 杜一男看见需要爸爸签字的数学考卷 还在插机上 哦原来考卷在这 他顺手拿起了考卷 不小心把下面压着的一张名片啊 弄到了地上了 爱小坡赶快帮忙把这个名片捡起来 鸡飞飞也从口袋里面探出了 他毛茸茸的脑袋一起盯着名片桥 赵氏房地产公司总裁 哦这个赵叔叔叫做赵刚吗 回到卧室 两个好朋友坐到了书桌前 杜一男啊叹了一口气 啊 你不要难过嘛 我会继续帮你找的 爱小坡一边说 一边啊东张西望的 这个时候他从书桌的角落 发现了一个精美的小东西 诶这是什么 爱小坡拿起来看了看 发现是一个圆形的小金属片 后面还有一个卡扣 哦这叫做袖扣 我昨天在书桌下发现的可能是我爸的吧 袖扣是什么 哦袖扣就是用来别注衬衫袖口的扣子 可以定做还有刻字呢 爱小坡发现 这个袖扣的背面还真的刻了字 刻了英文字母 K-E-V-I-N 一男女爸爸的英文名字叫Kevin哦 我爸拿什么英文名字不是啦 这个英文名字好面熟哦 有了英文名的线索 爱小坡觉得这件事情恐怕不像 一开始想象的那么简单了 她看着杜一男很认真又严肃地问 一男 你可不可以把昨天发生的事情 再仔细地跟我从头到尾地说一遍 我知道都已经跟你说过啦 星期天下午四点 我打开智慧音箱 录晚上要教的英文口语作业 录完了之后 我就拿音箱去给妈妈检查 妈妈还夸奖我说录得很好 今天晚上可以听三集我们家的睡前故事 哇高兴得不得了 抱着音箱要去一楼看电视 但那个时候看到了赵叔叔和爸爸在客厅的沙发上谈事情 赵叔叔啊 他一直劝爸爸说要再多投资一点 但我爸说他还想要再考虑考虑 没过多久 妈妈就喊大家吃饭了 赵叔叔的手机这个时候响了起来 我先接个电话 那个时候赵叔叔捂住了手机 先跟杜爸爸交代了一句 就专心讲起了电话了 你好 你好 杜一南把音箱放在了客厅的茶几上之后 就跟爸爸去餐厅吃饭 吃完饭 所有的人又回到了客厅 杜一南拿起音箱 想听听刚才录的口语 可是当他播放录音的时候 听到的却是赵叔叔的声音 你好 你好 是我是我 这段音档不是杜一南的作业啊 杜一南就按下了停止键 又把录音往前翻了一翻 才找到了他自己的英文作业 过了一会儿 大概是下午五点半吧 妈妈喊杜一南下楼吃水果 杜一南在回到卧室的时候 就发现音箱不见了 奇怪的是 那个晚上 小白就一直躲在床底下喵喵地叫 怎么也不肯出来 一南 赵叔叔是在音箱丢了之后走的吗 大概吧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真相应该不远了 不过我还需要你先登录一下 你的音箱在云端的账号 把上面的录音档给下载下来 录音档里应该有你的音箱 失踪的重要线索 杜一南用笔记型电脑登录到了云端伺服器 根据日期查到了那段录音 爱小波找到了那条不属于杜一南的录音 你好 是我是我 听完了录音之后 爱小波和杜一南都吃了一惊 到底小波他们听到了什么惊人的秘密呢 这个秘密跟杜一南的音箱失踪案 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啊 下一集谜底就会公开咯 有案子就交给口袋神探 我们家的睡前故事下星期见 拜拜